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不知道昨天在天摇地动的那一刻 对他们来说 到底是要往外冲保命呢 还是留下来保住十万块呢 日本媒体来报道 日本网友也大赞 台湾防疫这方面做得很严谨很好 但今天指挥中心 壮灵祥他有讲 他说如果是因为发生像这样地震的意外的话 要出去逃命 那是不会罚的 因为有这种状况 还是要以这个保命要紧 但是这凸显了 我们全台湾一万六千间的防疫旅馆 其实各个地方政府 你有没有这个定期的稽查 再加上现在中央政府要打算限缩 各县市地方政府的这个防疫旅馆的这个补助 其实也让秋冬防疫这个心惊惊 如同刚刚其实前面有提到说 案719浙江台上那个事情 到底是第一时间 到底是本土案境外 你都搞不太清楚 政府说法一日数变 变变变 你第一时间的心态就是觉得 应该不是台湾本土 都是从国外 你要从严从宽这样子 反正就是要态度严谨 否则就会像今年上半年 你记不记得有那个磐石舰的事情 然后第一时间我们也说是境外 至少境外 然后就结果那时候 灵感染的那个这个帛琉 他就抗疫啊 后来查了半年 发现原来是军舰 对木舰队上面 早就传染了好几波 才发现错怪了人家 不然人家曾经已经没乎啊 所以今天这样的秋冬防疫的状况 已经进入了这个 时续进入这个天气很冷的时候 民众对政府的信赖 和对指挥中心的这样一个建立权威 也会先走走啊 立文怎么看 我觉得当然你要看 当时的状况的判定啦 如果说已经是非常的危急的时候 这个时候当然是大家都顾不了一切 还是以保民为最高的指导原则嘛 那你不管是在防御旅馆 还是在居家隔离 一定要赶快看地震的状况 怎么样才是逃生最好的方式啦 那你也可以真的是 看如果还有时间戴口罩的话 就戴着口罩吧 口罩随时戴着好了 这样才不会有状态 随时戴着口罩 那我想在这种景气状况底下 当然就是说这个防御指挥中心 也不应该到一个完全不近人情的一个状况啦 不过 但是这样很可能就会出现防疫的破口啊 这的确是一个两难 不过还好 还好 还好 我希望还是大家就是有惊无险啦 昨天的这个地震终究还是一个 还是很平安啦 没有什么太 太严重的一个灾情 不过我跟你讲 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有的像我是这样 我是没有什么 淡定 对对对 我是神经很大条 但我有朋友就是他可以 他可以马上从五楼 以百米的速度 奔到他们家的公园去 就只要稍微摇一下 所以你不同被隔离的人 他的反应也会不一样 那这个我觉得防疫中心 还是要考量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